鬼谷子 反应篇 第二小节 古善反听者 乃遍鬼神已得其情 其遍当也 而目之神也 目之不省 得情不明 得情不明 定机不省 便相比 必有反词 以还听之 欲闻其声反莫 欲章 欲高反下 欲曲反语 欲开情者 相而比之 以目其词 同声相呼 使你同归 古代善于反复窥察对方的人 可以像鬼神一样变化莫测 进而得知实情 应变之术恰当 就能详尽考察对方 如果考察不详尽 就不能获知实情 不能获知实情 就不能确定根本 不断变化使用相比之词 对方必定说出反应之词 认真聆听对方言词 以获知实情 想要对方开口说话 自己先沉默勿语 想要对方张开 就先自己收敛 想要提高自己 就先低调处事 想要获取利益 就先学会付出 想使对方敞开心扉 就要运用形象和类比的方法 以便控制其言辞 言辞像同声一样产生共鸣 双方看法一致 就会心理契合 进而获知对方实情 或因此或因彼 或以世上或以目下 此听真伟知同意 得其情乍也 动作延没 于此出入 喜怒由此已见其事 皆以先定为之法则 以反求父 观其所托 雇用此则 与人对话或辩论 可以用在这个地方 也可以用在那个地方 可以侍奉上级 也可以管理下属 通过辩论 分清真假 知道一同 考察对方是真诚 还是狡诈 对方的外在手势 言辞话语 或沉默不言 内心的喜怒哀乐 都可以在论辩之中 得以展现 所有这些 都要事先确定法则 用反复探求的方法 得到对方的反应 以便洞察其性情所依托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